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当你接触你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你的话里面 充满着智慧 充满的是真理 甚至 你自己圣经里面的预言 是比明天的新闻 还要新 还要真确 是让我们跟着去走的时间 我们是有一个方向 也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 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 让讲和听 都是因为你的话被激励 得到造就 奉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兄姐妹我想问大家的问题 香港最有钱的人 有没有可能都会变成穷 有几个人认为有的 我说是有可能 可不可以举手 第二 全球最有钱 的一些企业 有没有可能 会破产 有几个人认为有的 举手 第三 我想问 你觉得一个市 一个城市 有没有可能破产 有几个人认为有的 举手 有几个人认为 一个国家 挺强大的国家 挺有钱的国家 有没有可能会破产 认为有的 举手 真是很有信心 我看来 我今天讲的预言 就是讲这一方面 在 未来 这个圣经 要告诉我们 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 一个步伐的国家 我想步伐 所讲的步伐 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成为一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 但另一方面 亦都是极速的征发 他的财富极速的征发 这个国家 到底是什么呢 圣经称它为大巴比律 实际上 当我们说 一个富有的国家 会不会他的财富会征发呢 过去两年里面 我绝对相信 谁人都会同意 有可能 你只是看一看 过去两年里面的金融危机 一个强大到 好像美国那样的国家 突然之间可以呈现到 经济这么不稳定 我最近才和几个 是在宣教工场 跟着现在 在一个企业里面 做着一个CEO 一个这样的弟兄 来到谈的时间 他说 为美国祈祷 叫我们 他自己 当参与在这个经济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里面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 美国结构上 已经没什么可能会走到回头路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相信美国的经济 只会每放愈下 很难回复数 怎么会搞到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 是有好像马多夫一样的大片子 第二 是有那些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 第三 贪得无厌的投资银行 和另一方面 也都是得贪置的人心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导致整个世界 无论从人体来 是多么稳定 但是世上 这些好像泡沫一样 很快会爆破 我们今天要看的 是看到末世的时候 一个大国 这个的国家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现在已经看到它很富有 你一点都不会惊奇 你不会信圣经的语言 这些叫语言 但是当我告诉你这个国家 根本是没有人会看到它会发的 而在末世的时候它会发 是暴发 你就会发得到 圣经里面的语言 不是看新闻来讲语言 是看到甚至在这个新闻里面 从来不会有人讲 不会有人猜到的东西 它都要语言 这个才叫做是神迹的语言 是人没可能做得到 这个语言讲的是什么呢 是大巴比论 大巴比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圣经来讲 启示录十八章说 这个是一个大城 这个大城是什么地方呢 旧约圣经每一次讲到一个大城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一个国家来讲的 对着大巴比论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说他是罗马天主教 有些人就说他是一个经济的强国 有些人甚至说他是美国 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圣经为什么呢 你就为什么 以经解经 是回到圣经 由头到尾当圣经出现大巴比论 这个字的时候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这样的时间 是比我们更加有把握 如果我们真的解错的时候 我们才能说 神啊 如果我这样也解错呢 圣经旧约又是这样 来到新约又是这样 我就是跟着你的而已 我只能够这样说 按着圣经它的意思去看 我相信这个是最保险的方法 我首先给大家来看看 其实大巴比论 巴比论的预言 不是正是来到启示录才出现 在旧约的耶利米书 已经出现有关巴比论的预言 而耶利米书的五十章和五十一章 和启示录的十七十八章 两者的预言 实在有太多太多 直情一致的地方 令到我们感觉到 两边的预言 其实是在讲同一样东西 为什么呢 是因为耶利米书的预言 从来未应验过的 而启示录的预言 也都未应验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相信启示录 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 耶利米书的五十章至五十一章 这个预言 将要应验 在这个末日当中 首先我们看看二者的比较 巴比论 按照耶利米书五十至五十一章来说 是苏内耶华手中的金杯 是很有钱的 而启示录的十七章第四节 也都说他是首拿金杯 非常有钱 非常富有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十三节 他是住在种水之上 而启示录的十七章第一节 他是坐在种水之上 水是一个丰富 是一个财富 是一个富裕 富庶 第三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 第七节下半句话 万国喝了他的酒 就癫狂了 而启示录的十七章二节 十八章三节 都说到 住在地上的人都喝了他淫乱的酒 耶利米书五十章第一节 他称他是巴比伦 这个国家的名叫巴比伦 而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 十八章的第十节 同样称这个国家 是巴比伦 他的福望 耶利米书五的一章第八节 他是忽然颠覆毁坏 是忽然 然后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八节 是一天之内 他的灾央要一起来到 完全一致 然后怎么样毁坏呢 耶利米书五的一章第三十节 他的住处有火炸起 然后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八节 他是被火烧尽 告诉大家 在旧约 二千五百多二千六百年前 你要预言一个国家 整个国家被火烧尽 这些简直是天荒野谈 有什么可能一个国家 整个国家着火的呢 没可能 但是现在 谁人都信 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 为什么整个国家连地都可以被火烧 为什么呢 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石油 如果你留意到地下有石油的时候 整块地就可以烧 整个海都可以烧 接着五十张耶利米书39节说 这个地方将来是永无人烟 新西代代没有人居住 然后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一节说 他决不能再见 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九节 神会照着他作的东西来报应他 他怎么代人 人都怎么代他 而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六节就说 他怎样代人 也要怎样代他 完全一色一样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 六十三到六十四节 神就说要将巴比伦 好像一块石头 扔下去 又发拉底河 巴比伦 从今 就要沉下去 不再兴起 而在启示录一样是这样说 是要将他像一块石头 扔到海里面 从今以后 不能够再见 然后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六节 五十一章四十五节 都是这样说 他叫那些神的子民 你们要从巴比伦当中出去 割救自己的性命 去躲避耶华的列路 而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四节 他就说你要从那个城出来 免得和他一起的受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然后接着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四十八节 天地和其中所有的 都必因巴比伦欢呼 然后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节就说 天下 众星徒 众师徒 众先之人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快乐 我们留意 看一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耶利米书的预言 其实真是很多未认炎 实际上 五十至五十一章当中 都是要等到我相信 是去到启示录的时候才会认炎 为什么呢? 因为巴比伦虽然曾经灭亡 但圣经的预言说他是忽然倾覆毁坏 但是按照主前五百三十六年巴比伦的灭亡 而巴比伦的王 认为整个王室就是这样投降的 以至到各国家是没有经过一个残酷的战争 是被人遗忘 但是他不是真的完全不再存在 他仍然存在 第二 耶利米书的五十章第三节 神说要使到他的地方梁 无人居住 是永无人烟 但是实际上不是 那个地方仍然有这个村落 仍然有人住 而一刻的政府 也都在1978年 已经定了要重建巴比伦 然后1989年 重建的工程已经展开了 到现在为止 那个地方仍然在一个重建计划里面 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第二十六节 圣经说 人必不从你拿到取石头为防割石 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当它逐步方凉的时间 很多人就将那些很漂亮的大磨石 一块一块地运在他们的村里 来建屋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将来 巴比伦这个地方 不会再有这件事 耶利米书的五十章四到五节 二十一节 也都说 以色列要和犹太人同来 要与耶华联合 永远 为永远不忘的药 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预言 按照主前五百三十六年 犹太人获准回去的时候 他们还未跟以色列人 是联合的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死对头 最近黎巴嫩 大家都知道黎巴嫩那里 是因为一棵树就打上来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北和南 到现在为止 仍然好像世仇一样 但是将来 你会看到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将会联合在一起 完全不同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留意 看到 圣经里面的预言 我们深深的相信 耶利米书五十章 五十一章 所讲的大巴比伦 巴比伦 其实就是启示录的十七十八章 所讲的巴比伦 而里面的预言 是未应验过 是历史里面 我们从头到尾 未见过它应验过 但是我也都相信 这些的预言 将来一定要形验 首先我们来看看 巴比伦的现状 现在的巴比伦 是怎样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 你看完之后 你信不信它会发 现在的巴比伦 每天的新闻讲的 全部都是与炸弹有关 实际上这个地方 从哪里来呢 按照旧约的耶利米书 新约的启示录 都是在两条大河流域的 这个国家 在两条大河流域的 这个国家 第一条的河流 叫做又法拉底河 第二条的河流 叫做底格里士河 由旧约到新约 每逢讲到巴比伦的时候 圣经从来未试过 是有第二个意思 都是讲到这一块的地土 有人讲到 其实巴别塔 就是在这个地方 来得开始 人类最早最早的文明 就是在这一块的地土 来得开始 而就是在这块地土 现在大家留意 如果是当时整个世界 人类集中 畜牧业集中的地方的时间 你肯定可以知道 这块地土的下面 埋藏的石油 是最丰富的 无可匹比 现在我们就试一试 这个一贫如洗的 现在的伊拉克 实际上当时的巴比伦 不是只是包括伊拉克的 我给大家知道 当时的巴比伦 是包括到现在的沙地阿拉伯 现在的 阿拉伯油掌国 即是说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城市 有没有人知道哪个 全球最大的水族馆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大声一点 可不可以讲一讲 杜拜 全球最大的商场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杜拜 全球最贵的酒店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杜拜 全球最多有钱人去 还有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都是杜拜 当时的巴比伦 是包含这个地方 包含科威特 你看回巴比伦的版图的时候 你要发觉到 原来就是一个这么大的版图 而实际上 亦都是今天全球财富最集中 或者地下的石油最多的地方 圣经预言 这个地方 纵使现在的伊拉克一贫如洗 但它将来必会暴发 它一定会暴发 我们试一试看一看 怎么可能 现在穷到 连一张椅都没有 很多人 连一张桌都没有 连一张床都看不到 他们要自己来用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自己来扔下来扔下来 是这样做他们的家事 怎么可能它会暴发呢 但我们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现在的阿拉伯政府 继续不断在等待一件事 等待什么呢 是等待美军的撤军 联合国的撤军 英军的撤军 当你几个国家的军队撤走之后 原来他们已经有一套的计划 重建伊拉克 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阿拉伯这些有钱国家 大家都已经有势计划重建 而另一方面 我也都相信 西方的国家 当看见伊拉克重建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施以援手 有几人相信西方的国家 都会援助伊拉克重建 可否举手 有几人相信 特别那些打过他那些 我想一定会有人 给大家留意看到 实际上不需要西方的国家参与 阿拉伯国家已经足够的实力 来帮他重建 而世界上 他自己本身是有足够的实力 只要那些石油 有一天能够卖得出 整个国家很快就富有起来 现在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 步伐法 发成怎样呢 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纸宝石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胜满的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蔑 在这段的圣经是讲到 那女人是讲一个大城 不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大城 换句话来说 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 是习惯了穿时装 是最靓的时装 而这些最靓的时装 不只是外面是时装 连里面都是 另外 习惯用的都是什么呢 是经常戴的 都是这些金纸宝石珍珠 连饮用的东西都是金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人这么奢侈 用的东西都是金 然后珠宝珍珠 第二 将来大巴比伦的物流业 和进口的货物 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匹比的 我们一起看一看 启示录的十八章 十一到十九节 十一到十九节 大家找到的时候 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神经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 恶入悲哀 因为再无人买他们的货物料 这货物就是金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橡牙的器皿 各样宝贵的木头 和铜铁 看白玉的器皿 并肉贵 豆扣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世面 墨子 牛 羊 车 马 和老木 人口 巴比伦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羞白眉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们中间毁灭 决不能再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 藉着他发了财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的站着 哭入鼻哀说 爱在 爱在 这大成 人家素尝穿着细麻纸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纸 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只能带着腹口 就归于无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 并种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萧特烟就哭着算 有何成能比这大成呢 他们又把尘土杀在头上 哭入鼻哀哭着舌 爱在爱在这大成呀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成了腐中 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方祥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 他富有成怎样呢? 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试过 就是当他破产的时候 是地上的客厂都为他哭 为什么? 是因为再没有人买他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 将来全球最大的入口国 全球最大的物流业的中心 是他 然后他买的东西包括什么呢? 是金银宝石珍珠 这些的装饰品 细麻布紫色 囚子珠蓉色等等 这些的时装 最靓的布料 另外 各样的香木 橡牙的器皿 还有各样的宝贵木头 铜铁汉白玉的器皿 装饰品 和实际的建筑材料 另外最靓的食物 最好的车 还有世上各国的傭人 这些傭人包括到 非傭、印傭、港傭、中傭 可能美傭都去买 人口都要入口 因为建筑的人 和各方面要做事的人太多 另一方面 各个不同国家的时果 今天的香港世界出名 出名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生果 都会运来香港买 但是将来 转变了 全世界各地最靓的生果 不是来香港的 将来是去它那里 大巴秘伦 一切的珍修白味 华美的物件 都要去巴秘伦 然后跟着 卖这些东西的会发财 航运业会因为它发财 做生意和它做的都会发财 十六节告诉我们 它说它们是素尚穿细麻 细麻是内衣库的布料 连内衣库的布料 都是一些最高贵 最靓的布料 一条底裤成千元美金都不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么贵的底裤 有没有听过啊你们 将来那里可能穿的东西就是这些 外面的就是这样 另外就是装饰品 还有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船主和那些客商 都是因为它的珍宝成了附足 换句话来说 凡是做航运业的那些 物流业的那些 是因为它的法 以至到它都发财 就是因为多了生意做 他们都发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将来 是无可匹比 另外还有一件事 是无可匹比的 就是各国的元首都怕了它 明知道他犯罪 但是竟然都不敢出声 买它怕 带来的结果呢 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 启笑的十七章第二节 和十八章的第九节 大家一起读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喝醉了他淫乱的走 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淫 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入哀嚎 我们看到 在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 你同不同意 越来越民主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越来越银主 同不同意 你有没有见到 法官都会受贿 屈枉正直 我们刚去完台湾的时候 在那边看的新闻 大开眼界 原来一些的大众传播 一些的媒体 是要做了 监察 要做了私家侦探 原因在那边呢 就是因为 那个是非的黑白 混淆不清 前总统 扁的副秘书长 就是因为贪污的缘故 所以在一审的时间 是被判十二年徒刑 结果 在那边再審的时间 这几个法官 其中仅可少数 超过一半 刚刚超过一半 他们认为这个傅秘书长 他拿钱的时候 没有达他的傅秘书长的名字 他当时没有用他的积贤出来 所以那个不是贪污 这个只能够叫做什么呢 这个只能够叫做另一种的贪财 这个不是叫做行使他的职权去贪污 他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的身份 去要钱而已 所以那条罪就由十二年的徒刑 减到一年零两个月 然后再减减减刑 剩下七个月 这个叫陈哲南 我在那边的时候 大开眼界 然后接着那些官的解释 就是说 很简单的 他当时有没有派卡片 他当时有没有说到 我是阿扁的副秘书长 他没有 你证明不了这件事 那他就没有用他的职权了 既然是没有说他用他的职权 那他就不是用一个职权来贪污了 他只不过是行骗而已 他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去骗了人 几千万或者什么 哇 这样也可以 现在整个台湾的传媒 是很害怕一件事 民众在那里起哄 他们很害怕是什么 阿扁太 他将来都可以这样说 我都不是贪污 因为我是以一个 阿陈太的身份而已 我从来没有说 我现在是以 总统夫人的名义 叫你什么什么 没有啊 他没有说 我是陈太 这样 行不行呢 我叫做阿淑珍 都行的 甚至连总统 他都可以这样的 我什么时候答我总统的名义 叫你捐钱呢 没有啊 我是一扁 我介绍自己也是扁而已 在这样的情节里面 会不会全部都开始 一一地去减刑呢 弟兄姊妹 我们看回整个的世界 大家最近都知道 有几个台湾的法官 是因为 就是脸财 贪污 受贿 以至到被判 我们看回整个情形里面 不只是一个地方 而是太多太多的地方 都有这些问题出了来 将来大巴比伦 都是一样 各地的军王 元首 总统 主席 都会和他行任 明明看到一些 这些不合理的东西都不出声 另一方面 第四 将来大巴比伦的奢华生活 亦都无可不匹比 我们一起看一看 怎样无可匹比 十四节讲到 他的果实 他吃的真羞百味 无可匹比 十六节讲到 他穿的东西 无可匹比 原来他用的装饰品 无可匹比 而且这个装饰品 不是出现会的时候才带 而是经常带 所谓经常带 甚至去到街市 都是带着那些东西 你去到哪里 去游水都是带着那些东西 去打波都是带着那些东西 另一方面 还有一样东西 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二十一节 至到二十三节 特别是二十二节 至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二十二十三节 弹琴 撒落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们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的手艺人 在你们中间 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们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们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浪和新腐的声音 在你们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们客乡 原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也被你们邪述迷惑了 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来看的就是说 原来将来的大巴比伦 会是全球乐队表演的中心点 弹琴 作乐 吹笛 吹号 其实是说orchestra 乐队 将来继续不断会在这个地方来表演 大家知道你要养一对乐队是多么贵 稍为经济的实力没有那些 他都养不起 而另一方面 也没有哪个城市有能力 可以请得那些著名的乐队来表演 因为世上你一请几十人 这么多乐器 然后你要花多少钱 是没可能的事 但是将来巴比伦他可以做得到 另外各行的手艺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街头的表演 到处都有 随时都有很多不同的街头表演 另一方面 我告诉大家 街头表演者会在哪个地方表演 是绝对不会去曼加拉 去一些好像现在的伊拉克 然后去尼泊尔 这些地方来表演 不会的 原因是哪里呢 你表演完也好 如果领帽里面有一个线 都可能被人拿 没有人付钱的 有街头表演的地方 一定是普遍人的生活 是安定 附属 是比得起 他们宣伐是一个地方 而将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推磨 可能那些积磨的 很多方面的东西 另一方面 灯光是不夜天 另外新浪和新苦的声音 在他们当中 有可能一个的婚礼 会延续整个礼拜 请完一堆又一堆 请完一堆又一堆 还有一件可能的 是什么呢 是很多不同地方 那些稍为有钱的人 都去那里举行婚礼 还有 你们的客商园是地上的尊贵人 就是很有钱的人 他们就成为那里的客女 万国都被他的邪述迷惑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有可能 你很难想象 怎么会一个国家将来会发成这样呢 不过 你可以看看一个版 任何人 如果你去过阿拉伯的邮长国 特别去过杜拜之后 你就会知道 原来是可能的 但是 无论 他的财富多成点 但是大巴比伦将会 极速的蒸发 怎么极速的蒸发呢 启示录十七章 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 就是多国多人 多国多方 你所看见那十国 与受必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级那兽 直等到神的话 都应验了 你所看见那女人 就是管核地上 纵黄的大乘 另一方面 我们再看看 启示录的 十八章 第八和十九节 一起读 你所看见那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毛底坑上来 又要归于沉淋 凡住在地上 明治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生命冊上 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仇 就必稀奇 他们有把尘土杀在头上 哭入悲哀 哭着说 爱在爱在 这带成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真宝 成了腐足 他在一时之间 成了方畅 弟兄姊妹 圣经告诉我们 巴比伦 无论夫书成点 他会在一时之间 成为方畅 为什么他会成为方畅呢 让你们看回 十七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就是因为有一个 七头十角的 这个兽 而这个兽是什么呢 七个头就是七个王 十个国就是十个国家 原来是复兴了的 一个国家 要将他什么呢 他会恨者淫苦 他会恨他 怎么恨他呢 就是因为前文介绍 因为他要驾驭 这个霸主 他要驾驭这个七头十角兽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霸主将会令到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要将火将他烧尽 亲爱的弟兄姊妹 怎可能 有一个国家 可以将另一个国家 用火烧尽呢 现在谁人都知道 是有可能 因为地下那些是石油 但另一方面 这个国家 是哪个国家 这么厉害 这么够胆 能够将它烧尽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会在下回分解 但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记得一件事 看回这些预言 表面看来 好像很远 但是实际上 我希望大家紧紧留意 第一 美军何时撤军 英军何时撤军 其他军队何时撤出伊拉克 这个第一 你一定要留意 第二 现在开始展报 不会太迟 不会太早的了 就是凡是有关伊拉克的新闻 中东的新闻 杜拜的新闻 阿拉伯怎样来协助 重建将来 没有了那些驻军的伊拉克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你有机会剪 你就剪低它 你剪低它之后 好好地来读读圣经 你会惊讶 圣经怎可能这么早前 连这个国家的名字都未存在 他可以说这个语言出来 为什么 我们一起低头 做个投稿 听姐妹 我们明知道 任何的财富 不是我们作主 人只有借用权 没有真正的拥有权 在过去的里面 有几多人 你都是为了钱忧虑 但是今天 你知道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赏了自己的生命 是无益处 你愿意按神的心意 将焦点摆在那些得早 永远不会失的东西的上面 不要紧张 钱财 你愿意做神的管家 不是挪着那些东西不放 而是用它去建立人的生命 建立宣教 有几多人愿意的 我请你举手 我们感谢神 亲爱的鼎姊妹 现在你似乎拥有这些东西 但是世界上 有一天 我们要还 神会受罚 只有祂是拥有者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你已经看到我们的手 你也知道我们的心 我特别求你也帮助我们 认定人的灵魂 是最重要 帮助我们用钱财 来到建立关系 建立我们亲友的关系 建立他们的信任 建立他们对你的好感 以至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愿意听 愿意信靠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靠 Amen 优优独播剧场——